英国的试探让整个北约跟着丢脸 土耳其一点面子都不给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最近英国就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两艘扫雷舰 尽管这个扫雷舰看似不具备杀伤能力 英国也声称主要是用来帮助乌克兰 消除在黑海航道上的水雷威胁 但是土耳其依旧没有给英国面子 土耳其官方已经公开表示 土耳其不会允许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扫雷舰 通过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 土耳其恶守黑海唯一的出口 这句话可以说是一锤定音了 不仅如此 土耳其还顺带的警告北约 只要俄乌冲突不结束呢 别说是英国 任何北约国家都不行 土耳其坚持一贯立场 反对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火上浇油 老实说 土耳其不允许北约军舰来黑海 其实不难理解 但是不具备杀伤力的扫雷舰也不能进入黑海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信任问题了 土耳其不认为英国甚至是所有的北约国家 仅仅是派扫雷舰过来扫雷 毕竟因为黑海粮食协议这件事情 美西方的信誉在土耳其这里基本上已经归零了 一方面是西方没有给土耳其面子 俄罗斯开放了乌克兰港口 但是西方一直没有解除对俄罗斯粮食出口和化肥出口的制裁 导致俄罗斯现在也已经退出了这个黑海粮食协议 而作为中介人的土耳其自然是十分的尴尬的 那段时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甚至是大骂西方 真无耻 那这梁子也算是结下了 而另外一方面的黑海粮食协议开放的时候 俄罗斯黑海舰队克里米亚大桥频繁遭袭 俄罗斯就多次指控英国在背后支持乌克兰实施了袭击 使用运粮船来运炸药就是这个袭击方式之一 所以俄罗斯的不满 土耳其自然也是要听进去的 到时候把这个英国的扫雷船放进来了 又出事了 那土耳其自己或许都是要背国的 特别是最近俄罗斯再次点名英国 声称英国是比尔哥罗德玉西事件的幕后黑手 土耳其这个时候自然是更不会去触及俄罗斯的眉头 给英国放醒了 那么除了对西方不信任之外 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利益牵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黑海粮食协议之外 北溪管道爆炸之后 俄罗斯也有意让土耳其成为自己和欧洲之间的天然气枢纽 如今欧盟偷偷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消息 依旧不断的传出 就知道这份蛋糕到底有多大了 而且俄罗斯还是今年的金砖轮值主席国 土耳其自然也是希望俄罗斯多多关照 那么主要也是因为欧盟这边晾了土耳其四十多年了 埃尔多安在去年十月份也是终于爆发 怒斥欧盟不再是土耳其的唯一选择 他们对于欧盟已经毫无期待 尽管土耳其目前还没有公开宣布要加入金砖 但是很多迹象都表明 土耳其已经开始行动了 比如说去年埃尔多安就主动邀请我国外长王毅防土 随后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就表示支持土耳其加入金砖 此外我们知道俄罗斯如今在西方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几个朋友了 但是俄罗斯也说出了 如果西方国家申请加入金砖 他们会考虑这样的话 那么再退一步来讲 埃尔多安自己也说了 欧盟不是唯一的选择 这就是说明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可以媲美欧盟的存在 如今金砖国家的GDP早已经超过了西方聚集集团 而且金砖的包容性也比欧盟强了不知多少倍 这是十分符合埃尔多安的期望的 所以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俄罗斯今年都是土耳其的真大哥 其实我们说英国这次大概率是为了试探而来 但是却没有想到整个北约都跟着一起丢脸了 那么关于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关系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